我操这个腰带 这个腰带已经不能用墙来形容了 这三件神装凑成了有点 有点109王蟹的那个意思啊 这个175级服战大堂 你能打多少分 其中三件装备就让老板直接坐稳 天气低大堂的宝座 来看一下这衣服 用460 减去192 初始防御的话是268 268再加上一个19 防御的话是287 衣服够一线 双加70 利敏70 穿丝有点低 但是利敏双加70很高 衣服的话判定可以 项链如果是100分满分的话 我们给它打成一个25分 衣服100分满分的话 可以打成85分 全身装备 假设这是高考600分满分 看老板能打多少分 帽子的话 基本上一定是野兽 鞋子一定是破血 这是服战的标准搭配 帽子一定是野兽 一定是破血 鞋子一定是破血 帽子的话 这种就是70分 常规 好在呢 防御是104 107以上的算是高防 16段存八脑 野兽之地存八脑的 其实已经很难找了 这个帽子的话 大概要卖上一个7万多 鞋子现在涨价了 鞋子以前成品的话 8万能买到 现在黑宝石涨了2万 水涨成高 鞋子破血鞋 160级的肯定过10万加了 你是敢带宝石涨价之后 弄的鞋 所以说鞋子没有打到16段宝石 这样的话 鞋子的话就现在没法及格 因为宝石没打满 现在16段宝石太贵了 腰带的话16段89 腰带的话是60分 咱们按照的不是普通人的标准 是服战的标准 600分满分 360分及格 最后一把武器 哎呦我去 这武器1040除以3 加669 1015 双加的话是66再乘0.67 加上个1015.66 这把武器1059.88 这把武器的话 100分满分的话能打130分 我的天哪 这把武器是超出了物理系的 非专用的极限 超过极限20点以后还不说 还是双加利敏 这个1059非常的有含金量了 这把武器非常的好 利敏双加 是双加的王者 然后呢 16段存8脑王者啊 这把武器没得说 看一下600分打分打多少分啊 相对分太低了 回头换一下 加85加70 再加50 再加60啊 再加60 再加130啊 满分600分打420分 再420分出600分啊 啊 打 达标啊 100分满分打70分啊 非常不错的 及格限以上的打仓 尤其是武器 奠定了这个号的基础 然后继续看零式啊 现在零式的话 物理系有这种1050多的武器啊 一定得带7伤害了啊 是7伤害 其中戒指还是11段 戒指的话一般来讲呢 73以上吧啊 勉强用 89是极限 同样的34加14 再加12 再加12 我说73以上的话 是非常的OK 它是72啊 不过戒指能打11段 这戒指也不错的 尤其是的话 不值得上11 没啥问题 七层的剑步如飞 这个零式属性没怎么报 这个零式 这个手锅属实有点垃圾 这个配置值得上11段啊 勉强上 老板这个号 看起来有点瑕疵 但是其实这个号的核心非常好 这个发动机非常好 这个就外观差了一点 9技能善恶 这是通过正常 练妖合数的善恶 打输的 不是排数诀 8技能力劈 这只宝宝有点冲突 资指虽然好 但是敏捷和强 感知和强力一般不同的出现 感知或者强力的 其中一个换成高防会好一点 如果是敏捷的话 一般感知换高防会好一点 但是改输是更不可能改的 加战敌能偷袭 能杀人啊 这只9技能力劈 非常的一线啊 这个宝宝复战 这是复战级别的宝宝 9技能力劈 避雷超高资指 复战级别的宝宝能用 10技能善恶 能用复战能用 11技能力劈 非常的适应版本 这只13技能在等受绝望 13技能这只宝宝 拍善恶呢 资指不行 拍力劈呢 格子少一个 不太值得 败掉比较好 避雷又不好用 这只8技能的观照万象呢 没有虚拟 一致 没有 有一致有禁忌法宝啊 戴的是一致套 我先看一下刚才的那个 他妈的好暴力呀 这比159级的专用项链好多了吧 16乘以格6减 就一个337 初始00241 熔炼16257的初灵 法术暴击几率的话 可以乘一个 等级的话是1.07 乘以格15.9 175级和15.9 法术暴击几率同样为一 各个等级啊 他的法术暴击几率 获得的难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家的法商也不一样 再减据一个17.01啊 这个项链的话 相当于274出零的项链 然后比150的项链 非常的一线 非常的屌 不能说一线屌 简直就是全梦幻低了 你们这个法系有点强啊 啊 你们这个法系 这每个装备摘下来 五真坛也能用啊 这你的这个装备 你说地府的装备虽然强 但是他不至于跟服战的装备 除了衣服以外 他不是通用吧 他这个鞋子和项链 已经完全达到了通用的级别 七三点简易加一修理 强 我操这个腰带 这个腰带已经不能用强来形容了 这个腰带 这个腰带 这三件神装凑成了有有点 有点109王蟹的那个意思啊 腰带和项链 这么一搭配 加七三点这么一搭配 这他们天欢反 这三件装备 装159上有点浪费啊 那哪个区的能传挡打扶战了 这三道装备 确实有点屌 这腰带应该是四五年前出的 这个腰带以前的话 可能是60多万 现在的话 这价格就没法说了 就跟你千张无敌别枪似的 第一手价格100万 那现在他们500多万 600多万 你上个说道理精英 你别问以前多少钱 就问现在老板多少钱 卖你懂不懂 这腰带我都有印象 衣服这话 光辉质甲兼解义啊 这种价格就不需要大概了 就跟无级别金银香脸 无级别野兽似的 这个东西只取决于买家卖家 与旁人无关 你懂不懂 这个衣服说实话就一般般 因为我平派一般般 非一般般的原因 主要原因不看属性 就看失败不失败 就是一个东西 只要是失败过了 再好我都觉得心里 有一个点刺痛过 这个是我直播 给我带来的一个强作证 只要我展示一个失败过的东西 他们就说我有瑕疵 有限制约 所以说从我直播的 第一个月开始呢 我就立志买装备 可以买垃圾的 但是不能买失败了 你的娘的还真是个天才